国际自杀防治协会跟世界卫生组织 将每年的9月10号定为世界自杀防治日 同时也将2016年自杀防治主题定为联系 沟通关怀 因为自杀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要共同去付出与关心的议题 间接也影响着周遭的亲朋好友 大概平均一位自杀的个案 大概会有影响周遭大概六位 平均六位左右 那其实他们都是会在一个伤痛 甚至于一直心里还是当然惦记着 他们的这个自杀的亲人 多年来新竹市的自杀防治成果 一直都是全国的自由生 自杀死亡率皆低于全国平均值 以104年为例 新竹市自杀死亡率每10万人为12.5人 全国平均值为15.7人 去年度的这个顺序是排在19 也就是说在整个台湾地区22个县市里头 我们是排在第19 所以是一个很后面的一个顺位 所以如果以这个成绩来看 我们大概是等于前面的这个第三或者第四 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成绩 生命县在许多新竹市的许多个案里面 其实还扮演了很多重要的角色 曾经也将许多正在自杀中的个案救回来 那么我想未来在自杀防治这个领域里面 生命县会继续努力 自杀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大家平常多关爱自己 也多关心身边的人 一句问候一个微笑都能温暖人心 甚至拯救一条宝贵的生命 台国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